聚州一下班还有四小时 我在北京的办公室 它在大理的洱海边 这难道就是数字游民的生活 数字游民的目的地 通常都在海岛 乡村和小城市 他们也算是实现了许多打工人的梦想 转一线城市的钱 在三四线城市花 2022年初开始 小红书上关于数字游民的搜索量大幅上涨 今年8月比1月的搜索量增长了650% 似乎有越来越多人 开始想要了解这样的生活 他们的一天可以是这样的 9点10点或11点 在安吉大理三亚低价坐来的小屋中醒来 面对洱海茶田青山草原大海 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 在海浪溪水微风落日的催促下 完成线上搬砖 只要工作交付 随时可以合上电脑 去投入山间集市更火和自由带来的快乐 再被问到 为什么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时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了 自由 张九丸我的工作里面 我的时间是被明码标价了 但他们也坦然 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生活 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接受不了 随时要放出电脑工作的步骤 收入上面的焦虑 自负盈亏 输出的压力 是你如果远程办公的话 找了一天 但你只改了一行代码 对于别人的输出来说 就是你改了一行代码 放掉你的高跟鞋 放掉一些 可能传统的价值观里面 比较光鲜亮丽的东西 是否稳定 很多时候是一份工作的衡量标准 在数字游民眼中 稳定的方式是多元的 他们把稳定拓展为 依靠专业技能生活 我反倒觉得最稳定的 应该是自己的技能和能力 以及你的学习的思维 不能说我在一个公司待住了 我就要靠这家公司 给我一个稳定的生活 你靠别人靠不住的 让他们安心的 不是一个到手的岗位 而是不断学习和自我成长的状态 他们选择用自身的独特性 和不可替代 搭建起这种生活方式 牢固且稳定的地基 处在游民生活状态的人们 向我们抛出自己对于幸福的思考 我们最后回到乡村 就会发现其实物质没那么重要 很多人现在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会有一个就是错觉 觉得我的人生不够幸福 是因为我还不够有钱 不是一味地赚钱 路上的风景 当地的人文 遇到的朋友 开阔的经历 都是到账数字之外的财富 不可替代 后疫情时代 许多人对于生活与工作的观念都在转变 有人展开新乡村生活 有人想奔赴山野 有人寻一份城市中的立足 不同的选择也是对生活不同的理解 态度和看法 我们观察到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 也都是在工作和生活的拉扯中 寻找到一种自我的平衡 生活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想去看晚霞 一定是不错的 生活有一种可能 不如我们一起走走看看 就在虽然之外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